應該是已經開始錄了 開始結束縫印 這邊也開始了 好,來 不好意思,那我們回到這邊 OK 好,那這個就是有多數的介紹 我想詳細的去看這個東西 那我就直接講不動產的一個小小經驗 那其實就是為什麼會覺得比較穩當 當然因為不動產設計的金額很大 那時候純粹就是說 跟朋友去 誰不買不起 我就跑去 去南部看看 南部高雄有的高級 然後去看看 那因為 我們這朋友 他就在做建材 他說 欸 現在的建材有10萬 那你現在這個開價才10萬 當年有10萬 看你幹嘛 然後他就說 他也當然 這是他的什麼用號 那他這樣推薦給我 那 我當下也沒想太多了 沒有什麼 我當下就直接 當一天 當天就買了 然後直接 我是買樣子禮物 他跟我說 你反正你家要賺錢 他說 你就不用買 你就直接買樣子禮物 你也整理了 整理了 而且 你來一趟 風格陸到高雄一趟 有花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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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說樣子禮物買了 然後直接叫好朋友 直接放 然後 所以當天買了房子 然後 一裝好就是包含 那樣子 然後家裡也買了 然後 就簽約 就簽約 然後就簽約 那就是一簽約 一簽約到現在 那每個月就簽約 那 當然 我今天只是要對照說 整個 期貨投資其實是非常高分的 對不對 因為你不動產 你可以放幾個狗粉 對不對 那你連安心的 或是 這個房價 當然也有可能下跌 你說 台灣這個平衡 那 但是你其他的人 是有這個狗狗 所以 所以 某方面來講 為什麼現在的房價 它會有差 因為 有錢人的錢 宣洁不進去 他找不到其他更房價 所以他就這樣 就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是 上天 最近就是 跟 欸 今天更高大便 沒有 就是G1 G1給我們 他有時候 他就是 會給我們一些 他是群義的 勾的 然後 對對對 講錯了 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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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今天剛好沒有來 然後 他有提供一些 零義 API的 support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 就是 也是 之前來的 一些 然後 他跟我講說 你用 Java 要去直接 這個 G++的 DL 你必須要 透過這MMA 這MMA是我跟他講的 反而他回過來 跟我講的 他用SWP 有成功 因為 因為C++有個機制 callback 所以 在MMA我一直四個P 後來他用S 他用S 這就是 就是 直接神退 用Java C跟G++ 什麼Banky都沒有 直接 UFO跟這個DL OK 所以 你就會很改善他們兩個 OK 對啊 就成功了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C++ 加 加 下單 然後 再加 對 直接加Alpha環境 就解決了 當然下單機沒辦法 你下單機就是一定要裝 但是 因為他提供的DL 就是Windows環境 所以你別想要把它移植到Windows 如果是其他的環境就有限制了 OK OK 好 那 其實整個 這就是一個 整個你做神經交易的開發的流程 那其實我們今年最重要的 那當然我其實很粗淺的 講一下啦 你真正其實要做破 你才會反方成功 因為 你如果沒做破的話 我想 可能 你可能不一定會覺得 我這樣 是不是對 或者是 回撤的一個 可能沒有那種 深刻的體驗 好 那其實他就是 我們今天主要回撤過程 其實就是在 開發過程 那當然 你最後再來正式交易 可是正式交易 其實 你就不代表你不回撤 你還要 用 一個 WFA方法 然後去 畢竟你的一個 一個趨勢 畢竟你的真正的市場 一個趨勢 然後你每天還要再驗證 不是你今天收版完就沒事 你每天還要驗證 你是不是你今天 相同的資料進來 為什麼你 同樣的程式 會不同樣的 資料一樣 如果資料一樣 那你先 盤後回撤 這也是那個 好 所以這個 一個是歷史回撤 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 我把 其實有些人會把歷史回撤 跟最佳話回撤 是合在一起 但是我覺得 因為 你可能 只是要快速驗證你的策略 所以 你並不是要 就是要去 去找你的那個 住籍的一個最佳話 所以 我把它分開 行為只是要驗證你的 才會驗證 所以分成歷史回撤 齁 再來 最佳話回撤 那最佳話回撤 那最佳話回撤 你可以用 就是 把 政府百分之七 政府百分之七 更多的 所有的那個 肯定的 口氣 跟 一口 一個 那個 然後 再來就是 W11 然後最後就是 收盤後每天的研究 記憶 記憶 記憶的段寶就是 無人有的 沒有 沒有 那 所以 這個收盤 收盤的 就是每天 有交易的話 都會說 因為 因為你不能保證說 你這個神次 就是 今天可能沒有錯誤 但今天可能會有錯誤 那你用回撤的話 只是重新去 再 再 預演今天的狀況 那 如果資料不一樣 倒在想應該是 應該是 結果會是 如果不一樣的話 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去找 那 我會 我有時候會有不一樣 是因為 收盤的值 就是 昨天收盤的值 他今天報來的 跟我 昨天幾乎 都會差一兩個 有時候會有差一兩個 收盤 昨天的 天天的收盤 那 其實你每天 集過 那個 集到手他會 會差一兩個 這時候就會有不一樣 對 但這是 我自己回撤的一個 等方便 就是一兩個 所以 那結果當然也會去 OK 再來就是 你回撤的時候 就是這種方法 有問題 就是 這種方法 它有一個比較 就是說 以前一些 回撤的變數 你變數有可能是 你自己社略上面 那個變數 對 所以變數的 數量 當然 就是歷史回撤 會最多 你變數 然後 再來就是 然後 再來就是 這應該還蠻 沒能體會 反正 所有 就是每天 每天的變數 都最少 就是當下 當下 當下最少 就是 一個 變數 變數 再 喔 不是 講說 樣本數 來 樣本數 就是 你今天要把 你的 拼音的 那 那 歷史當然就是 可能會全部 那 最佳話 也是一樣 你可能會 因為你要做 公共的 你可能要 交互 所以你會常 那 那 那 可能像 我是 一個月 這一個月的變化 是不是 做一個月 那 每天一天 就只有 所以 後面會講 後面會講 嘿嘿嘿 他想說 你用 前兩個月 他這個開始 然後 下一個月 他再做 然後 他其實 沒有 他不是 他只是 他其實是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一種 你回色的一種手法 對 那 他前兩天 之後 然後 再又下一個 對 對對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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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只是一個類似 VVV的 啊 尤其 這個 他會正 做 一個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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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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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但是 那我說實話啦 這個就是 一個高原 你到底知道,你到底说这边缘是三谷呢?还是局部的三谷? 但是问题是在取决于XYD的变数,到底是取在哪里? 是取在真正的一个范围,还是Local的?我想相信都是Local的。 那问题是,你在Local的这样的取道率,在临界值的地方是三谷,可能只是区域上的三谷。 不是,说不定你再往后引一下,又更深的,或者是它可能只是一个反转,说不定拉到更高的这个三谷。 好,这个我们再来讲。所以一样,你就回撤其实就会有这些变数。当然变数范围就是像刚刚高大哥讲的。 就是你取一个X轴或Y轴,对不对?那这个X轴的变数你要拉多大。 对不对?你要拉多大。 有可能会变动啊,因为你有可能回撤之后,发现这一个变数的变数,它不会影响到你的活动。 有可能吧,对不对?它可能就是一个FIX值,它可能就是E,或者是E,就已经是很均匀的。 2也是很均匀,那你这就是很均匀的。 对对对,这就是你策略上面的一个变数。 对不对? 我觉得换了一个部分,你小来因为我大部分的变数是什么,所以像变数的变数是,就是,也没有积极。 但是变数的,时互是这样的,反正能够,取得100千的变数。 200千变数的,可能第一、第二,你自己受不了,所以你也不会想要200千变数。 对,你只要100千变数。 對,所以你一樣嘛,就像剛才講,你用均線你就知道說你這個日期可能變成一天到十天吧,你就不會取到那麼大了嘛,對不對,那你就知道至少知道變速範圍可能一到十,那你以後做最佳化以後你就不用一到十,不會用到一百元。 我已經說它其實是根據你的交易,你想要的交易頻率會影響到,會決定你的意見,但是交易頻率你也是要有一個值去顧,這個到底是不是過度交易,對不對,那你過度交易,等身後面就有些指標啦,你可以觀察甚至過度交易,那其實這是一個我覺得,你最佳化的範圍可能, 就是大,因為你為了要找均線你最好的一個值,這個變速的一個範圍,你要把所有的變速的範圍都拉很大,但是你歷史交易可能不需要,你只是要很快速的找到你這個策略是不是可行,因為可能策略,我這邊先聽一下,哇,這不就是負值嘛,後面都負值,你就不用再測了嘛,你就不用再測了嘛,你不用再去那個值參數了,因為它原本就是不可行的策略,所以你先用歷史回值的測下去就知道嘛,對不對, 那你就不用再做更深入的更深入的那個回射了,所以其實我說實話,歷史回射跟正教化的回射,它其實深入是幾年,歷史回射可能你只是先看看了解這個策略,如果可行的話你再繼續做下去,就跟剛剛我們,我們這個一樣嘛,我們這個步驟一樣嘛,我們先做歷史回射嘛,對不對, 但是你不需要做太深入的那個回射,你到標準的話,你看一下報告,可以的話也沒有什麼重大回射嘛,對不對,而且進出的頻率組合說,喔,至少在你覺得過度交易,你覺得過度交易算是你進出的頻率算是你覺得OK的範圍內, 那你就再開始做最佳化的回射,對不對,那你這邊說沒有做,你就直接做最佳化回射,你可能做最佳化回射可能要花很多時間,對不對,花他的時間可能很多,那,那你就是把這個時間走下來,再回去看看說,你這個策略是你可行的,OK,這只是一個步驟,所以歷史回射是很嚴重, 最佳化回射,最佳化回射,最佳化回射,最佳化回射。